据说,古坛头号通缉犯迹将回港。第一个理由是,他认为自己年纪不算太老,快点回来还有时间东山再起。第二个理由是,他涉及的众多案件。由于他的消失,所有罪名都赖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他要快点回来。 讨回公道,我懒勒,和某位律师讲起这件事。以为是独家见了,谁知他说,车。一早知道啦,我问,为什么你的消息这么灵通?他说,他想找我做代表律师啊嘛。我大笑,预祝他裁员广进,犯案的人越多越好。而且一个也不要认罪。个个打官司到底。上诉又上诉,单单打六七年。律师银行家不再是损盘。 其实,这些年来,律师的收入越来越低。我认识的美女们,都不选律师了。但在2007年之后,金融业的收入都衰落了。银行家再也不是损盘。只有那些世价股庄家,打手,才有美女埋身。 这年多久,世价股被打残。美女只剩下富二代这一个选择了。虽然富二代十居其十,都是失时夹慢,没钱过手。 随时只有几万元人工。但至少住大屋,有司机,吃香喝辣,万人羡慕。正如萧若元所说的,你无钱不要紧。最重要的是别人觉得你有钱。 至少 нет,do妙骗。 这个最后,祝来求救 themselves。 如果你想赢,朝 researched,将来回头试ihat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